被指在5月22号当天 滥用南北大道紧急车道的91名车主 已经陆续受到传召 前往陆路交通局录取口供 目前只有7个人现身接受问话 而他们将被控上法庭 陆路交通局总监 南都司理伊斯迈表示 其余84名被传召的车主 如果没有在6月16号之前 前往陆交局配合调查 他们将会面对法律后果 当局将会援引1959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9条文 以及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53条文 对付滥用紧急车道的车主 一旦罪名成立 可以被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 或是监禁不少过一年 在一般的情况下 滥用紧急车道的车主 仅仅被罚款300令吉 由于5月22号的事件 导致两名摩托车骑士 因为延误就医而丧命 陆交局因此决定 严惩91名涉案的车主 对付滥用紧急车道的车主